《混零时间,孩子和鸽子》 这幅画创作于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画中扭曲的形象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现在这幅画作保存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事实上在毕加索的画作中经常看到白鸽的形象 尤其是1950年11月 为纪念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毕加索又欣然挥笔画了一只闲着橄榄着的飞鸽 当时智利的著名诗人列努达把它叫做和平鸽 由此鸽子才被正式公认为和平的象征 《混零时间,法国巴黎》 由此环筏中拥有限在连证实里面 由此环筏的唯一 由此环筏要用写真 你不如梦的写真 有写真 不如梦的切好 这种写真 你不如是